大家好 这里是来自非洲撒哈拉沙漠的伊丽莎 嗯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啊 东方甘猪传有难度的NOMISNOBORM录像 那么至今为止的视频都没有做过解说 所以这次也是像 下定决心献出初约的妹子一样 决定做个解说 那么一是纪念自己 东方全坐恩恩达成 二嘛也是想自己试一下 解说啊 试一下解说 好了 前话就到这儿 开始扯web吧 诶 其实甘猪传的道中啊 90%都是G 神主变着法子做自技G 什么形状都用上了 你们可以从现在开始数 数到六名 我一共数了多的是自技G 刚才开场的硬皮自技G妖精 一个自技G了 接下来的鬼火G 大蝴蝶也是G 然后再是小小一G 又是大蝴蝶的G 又是又是又是怨灵G 大蝴蝶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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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到G到G到G了半天 终于GG出新蓝来了 这个道中一飞 想插200的话 需要蹭一下中间的三角弹 不插的话就可以随意打了 蹭三角弹也是可以抢输出的 再次进入道中 如果青蝶到中一飞 不是击破的太迟的话 后面的这个小二金 可以靠机蹭擦弹 然后站中间 低风 先击破一些鬼火 再慢慢威仪上 威仪上去 威仪上去 可以蹭到不少的擦弹 然后青蓝再次出现 倒中二飞 这里上臂 所以神主让甘珠传的boss这么会下压 就是让我们学会上臂 我见过最严重的下压 是沙马特女神 压到了这个东方甘珠传 右边的 这个东方甘珠传的 东和方这一点 之间 还是橘 都是橘 虚太多了 神主已经只会做橘了 好冠底青蓝 冠底一飞 比较诡异的一张飞 蓝色妥蛋 这个蓝色的妥蛋 原理有点不明 我觉得是偏差局 总之扭就是了 衣服 衣服很难 不过手机后 可以达到七至八成的手里 不要 month 没想办ologique 只没关完 出四方�ión 收穷 马弹 應該有收我 很判断 二飞 二飞 内确 这里 hahaha 为了求速魄 叶 尶 叶 邻 叶 硬带 我隨便扭就行了 這個可以上臂 但是我嫌上臂 攻擊速度太慢 速度太慢就選擇了下臂 好進入二面 二面開場佔這個GRAZED 1的這個位置 先把這些都打爆了之後 然後從上往下 移動 蹭撒旦 然後往右 站在右側 好再然後是無數的鬼火劇 所以說 這個一至四面 基本上道中都是由G構成的 嗯 這裡要折返一次 靈夢的話要折返一次 寶苗的話不用 寶苗 一時無意到晚邊就可以了 這大蝴蝶也是G 好道中靈狐 有 比較糟的一張飛 最難的情況是 下壓 加他往左邊移動 出現這種情況很難治療 好後半道中 先是一些小妖精 給速破 然後從左開始 低風 威夷 到了正中 兩隻大蝴蝶正好出現 放了兩波之後就會消失 這兩隻大蝴蝶出現 放了兩波之後就會消失 不用理 這裡提的 值得提一下的就是 由於真的側漏 靈夢誘導打蝴蝶和犧牲以外 都boss 是比真快的 所以我很多地方選擇了 低風又誘導打輸出 誒我在幹嘛呢 我在摳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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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當時在摳腳嗎 好好好 換第一飛 這個 逆穿一波 然後 不只逆穿了一波 兩波就可以擊破這個 挺簡單的 衣服 白色點彈是固定的 紫色不明 看上去像隨機 這個一直跟著boss走就行了 隨便扭扭 二飛有兩種情況 一種是比較容易逆穿的情況 一種是比較難逆穿的情況 如果是比較難逆穿的情況 我建議還是不要貼底 貼底容易被壓死 二伏 先可以蹭一蹭擦彈 然後這些都是隨機彈了 牛 別猶豫 零夢 這張卡 二十二秒幾乎 一般來說 三飛 嗯 固定加局比較簡單 應該是零狐最簡單的一張飛了 好 好了 前五面最難浮卡 越見九 這是一張美麗的浮卡 彈幕遮擋和視覺干擾的完美結合 使得他像一個焦滴滴的美人 在我感謝神主做出一張這麼美麗的浮卡的同時 我想豎起我的終止對他說 Fuck you 在這裏面 唉 三面 這刀衝全是G 說的也沒啥意思 要來扯蛋算了 钢珠传这一座的boss啊 我个人的难度排名是 6面 3面 5面 2面 4面 1面 6面当之无愧最难 我想大家都没有意义 但是3面为何能超5面 我个人认为吧 那躲来咪和小妖精的服务卡 都是非常固定的 那躲来咪的飞服啊 太脸了 太傻逼了 相比之下 小妖精的飞服并没那么难 好了 3面的激光阵 现在左上角呆着 然后速破绿色小妖精之后 在左上 慢慢往下位移 然后再往右 再往上 移一个U字形 道中哆来咪 说来也奇怪啊 道中boss啊 明末的针都可以中6根 然后到了关底就只能中4根 我觉得吧 估计是他们慌慌忙忙的跑出来 没穿好腰带 道中被打发以后 赶紧回家删好了 再出现在关底 一定是这样 后半道中 还是G 这个也是G 这个也是G 神猪已经只会做G了 啊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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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跃就很容易死 这里也是运气比较好 缝比较大 衣服 纯固定的卡 一开始不要站板底就行了 站高一点 就有空间 二飞 我觉得这张是前三面最恶毒的飞 终于形状是固定的 但是判定很大 也是一下压就容易死 二伏 这纯固定的绕圈就可以了 三飞 三飞 三飞的形状是小 二飞的小玉板 三飞的形状是二飞的小玉板 三飞的形状也是一个恶毒飞 下压就容易死 然而他没有下压 三飞 梦中 这张卡也看似很随机 其实激光是自击一层 但这个蓝色小玉 我至今没有搞懂是什么鬼 中飞干涩狂闷 自击一层 固定解放 纯固定的 大长军弹 哎 飞服随机发 胡卡初见杀 道中全是狙 自己周围虾 好 进入阅读 开场换狙 从左到右位移 这个四面标题其实很有意思 你读做 傻逼不来的街道 意思是什么呢 傻逼不会来的街道 来的都不是傻逼 哎呦 我觉得来的才是傻逼怎么办 玩这个游戏的才是傻逼怎么办 刚才的都是口糊 口糊 这个阴阳玉 射击会出蓝色的死尸弹 所以这里的 发中玉的 阴阳玉 选择了不射 你们要知道憋住不射是一个男人的基本素质 嗯 好 道中西神 先破右边的阴阳玉 再破左边的阴阳玉 不然会被封卫 第三波的时候就已经去破了 嗯 这里开始可以上去蹭一下 唯一不是G的地方啊 这儿 从1至4名 这里 好像唯一不是G 好 然后又是G了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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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同的四波犯局 有诱导的机体还好 没有诱导的机体这里很难打 比如模里沙呀模里沙呀模里沙什么的 所以说啊 这个游戏告诉我们诱导的重要性 嗯 这就是月之都 好 西神皇去东 甘州传唯一的良性宝宋 只有中浮有一点点随机要素 但是没有任何危险 其他的全是固定家居 衣服 衣服是狙 这个就不用我说了 从中移到左 第二波基本就破了 二飞固定的 嗯 轻点的 好 二服 二服要抢一下输出啊 不然容易封 三飞 然后三飞 三飞纯固定 三飞纯固定 三途嘛 这个打法大家都知道 要蹭两百的话就跑到上面去 偏一百路 这卡 关键是不要站在板底 站在板底容易被插死 只要你稍微顺着第一波激光 往前面移一点就不会插到你 牛肉岛就是好 好 五面 开场用右岛压制两边的小妖精 这里我想上去收点 然后被 被 吓得了 然后又缩下来了 还是打节拍了 你移动你也能打节拍 哎呦我操 好嘞 不是我吗 好 激光 怕妖精 加猩猩 居 固定走位 这里 没有诱导 也是很难的 像摩里沙 摩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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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的 这里很难 好好好 有趣的事 怒疼了 妖精们 再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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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器 不错了 哈哈哈 然后又是一波剧 这里绕圈 没有诱导 这里绕圈 也是不大可能的 比如摩里沙 摩里沙 摩里沙 什么的 好 三无克 这里低空偷输出了 因为针实在打得太慢了 然后选择了侧臂 比较安定 然后 这些又继续用 诱导压制 虽然压不怎么拳 但还是 比摩里沙好多 好 然后太田飞行阵 刚开始的蓝色部分 就 在左上角 一直往上穿就行了 红色部分 要么 速度 要么就在下面缩着钻 需要一定的精绩 然后是五道中最难的地方 先在中间 用六岛压制 然后到了晚边之后 就压不了了 就怎么办呢 扭呗 还能怎么办 你看这里 黄绿 红蓝 什么颜色都有 五花八门 太瞎了 好 管理boss 嗯 美国妖精 美国妖精的一飞 激光固定 星星战士饭局 也是一个下压 就很痛苦的飞 然而这一次欧皇附体 它没有咬 一幅 十幅 固定的 纯固定的 爷们 纯的 你看那个北国小妖精 扭动了自己的小妖姿 哈哈哈哈 二飞 二飞跟一飞是一个道理 但是我觉得二飞的那个激光的那个间隔 要比一飞要大一点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反正这个也是下压难受的一笔 二飞 初见沙夫卡 在这里被初见杀了的同学 可以举个手 我初见这个完美模式 打了六十多把才收敏 我果然没有打stg的才能 不错 关键的就是 一定要抢到那个 灵力 和灵力平行的那根线上 不然的话就会被激光压死 三飞 随便扭扭这个 让我想起了我老婆的二飞 但是我老婆的二飞是半局 三飞 灵梦 灵梦的方法是先像这样 搞三波 然后立马冲上去 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往下移 十六秒破 是比较安静的方法 实际上也比较危险 因为要 快 必须要快 Oh you are very quick 四伏 全固定的 全是激光 熟悉之后 一般就不会丢了 这个 但是灵梦这个 擦当他点小 灵梦在这张卡 想擦到200 有点难 好 中复阿波罗捏绕缩 好 好 中复阿波罗捏绕缩 好 这狗我竟然撞过一次 你在逗我吗 这符不难 逆时针跟着绕 如果用我小妖精哪张符最简单 我肯定说最难 好 毫无疑问是最简单的 好 好 尽热了 嗯 紧张的一逼当时 这里开场的鬼火 我再也不敢去射了 男人嘛 有时候不射也是一种选择 即使已经不共戴天 嗯 又是巨 这个红怨灵阿 他本身 射出的子弹不是巨 他本身是巨 他本身会跟着你 走 所以说 在上方 你得从一边移动到另一边 不然的话会被 呵呵 好 流星阵 流星雨 开始现在中间蹭两下 然后从中间位移 这个自己举星星阿 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少的 所以说一定要趁 他还少的时候进行折返 然后就是碰印子了 看这个雨蛋 会不会封你路 这里也是 特别紧张 有惊无险 之后就是 这些 我又不敢射了 开始打几节拍来了 好 好 存活 这里我少见的看了一下对话 好 毕竟是第一次 梦密斯见他 好 马上认输了 还没打呢 你认输什么 我的名字是春湖 最终的 最终的 伊菲 纯金度 谁有精度 谁是老大 想蹭200的可以先上去 贴着 贴着下来 我这里紧张 我不敢上去 衣服掌中存光 激光会从小玉的缝里面插下来 所以你可以先上去 对准的那个小玉的 之后 然后再下来的话 就可以了 就基本上不会被插中 二飞 固定 但是也挺糟的 一左一右 一左一右 有时候纯 纯胡移动到了右边 还往右边发弹的话 就需要往上走 杀一百合 这个我也是参考了 狗狗的打法 中壁 纯胡在中间的时候 我是选择中壁的 纯胡如果偏上板边的话 我就去另一边走 比如现在 三飞 也是纯金杜胡 还好他没有下压这一把 三飞 三飞 现代的神明界 退档卡呢 你要注意 弹幕遮挡 他不知道哪 从哪儿 从哪儿就会冒出一个光头无刻 从哪儿就会冒出一个光头无刻 看收率来的话 好像 不是很难 有时候要封你的话 也是把你封的死死的 四飞 反弹飞 四飞 反弹飞 这张飞我觉得是挺难的 特别是这个神弓 吓跑 射不到他 四飞 四飞挺难的 纯粹的禁武团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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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 完了 好 纯粹的狂气 特上卡呢 第一波下来的激光 你站在他中间的话 接下来的两波就不会 打中你 但是 第一波还是随机的 石虎 四脚走位 好 子弹出现频率会越来越快 所以你绕的圈 也要越来越小 好 中火 纯粹的弹幕地狱 东方史上最难中火 也不说最难中火 我觉得是最难的一张服 我出收 是打了一百多发 后来都会有活子 给我讲的那种观察方法 总算是把这张卡的收率 提升到了一半左右 不然这个NN是根本就没法打的 P3开始 我不说了 扭 这张卡只能扭 P4 P4加了一些峰卫弹 行动更不自由了 好 好了也就是这么一个视频了 最后祝你们提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Observen 刘询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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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